大家好,我是南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三块钱就可以完成的美食鸡蛋炒饭 交个外卖要十几块钱 自己炒三块钱就可以了 首先准备好隔夜米饭两碗 鸡蛋两个 香葱一根 首先将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开 将鸡蛋黄倒入碗中 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已经把鸡蛋黄 搅拌均匀了 现在我们开始切葱 把葱白和葱绿分开 葱白切成两段 葱绿切花 葱花切好之后备用 起火把锅烧热 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将葱白放进去 油炸一下 把葱白炸出金黄色 捞出丢气 加入 加入刚才搅拌好的米饭 用锅厂的边上 慢慢压住 压它 用锅厂的 背面 轻轻按压 稍微翻一下面 鸡蛋黄 为什么需要加蛋黄在米饭里面搅拌呢 因为这样炒出来了 每一粒米饭都是分开的 可以稍微轻转小火一点 开始调味 加入食用盐少许 一点点就够了 就会讨压着 酱油的话可以加点的酱油 从锅边淋入 小炒 快速翻炒 一点点白胡椒粉 倒入刚才切好的葱花 把鸡蛋白放进来 大火 好 开关火了 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糖了 今天是我第一天录制视频 我是南哥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转发分享订阅 谢谢 一道美味可口的鸡蛋炒饭就可以了 这里强调一个重点 一定要用隔月饭 对 对 好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